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我是碧秀 冷气团拜拜咯 我们来看地面天气图 目前黄海南部海面上 这个高气压是逐渐的往东移动 那么台湾就是在它影响的环境当中 因此今天开始到星期四 各地天气是稳定晴朗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真实色的卫星云图 在热图上 你会看到宜兰花莲台东 这边的雨量相对来讲 是比西半部偏多一点 所以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 但是雨量是少少的 我们从两张的定量降水预测 就可以一目了然 这是明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的 一个定量降水预报 您会看到 其实各地这个地方所降雨 最多累积可能就在10到15毫米而已 那么到明天晚上到后天上午 这个降雨几率是更小了 而天气虽然稳定 但是各地早晚温差大 务必要谨慎 我们来看这一张一周温度趋势图 您看到白天各地的高温 在明天一直到星期四 大概都可以在25到27度 台中以南甚至是上看28 29度 感受是舒适的 而相反的夜晚清晨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各地低温还是有可能在20度以下 西半部以及宜兰大约是14到18度 花冬大约是18到20度 生活follow me 小丁尼要来告诉您 各地夜晚到清晨的低温 还是有机会降到20度以下 因此早出晚归的朋友 还是要注意保暖 而在冬天洗热水澡 请您不要紧闭窗户 同时要注意热水器 要安装在空气流通的地方 那么在星期四之前 晴朗稳定 大家可以把握机会 让枕头被子晒一晒太阳 因为在下一波的东北季风 来到的时间是星期五 到时候周末 北台湾的天气又要降温了 接着提供给您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